Hello, 大家好, 来到10月25日的凌晨示范 又到桑普论证的时间, 又讲美国大选了 今天主要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预问题 和越来越看到美国民主党是如何运作 好像是一种阴谋在做事 而是我们更加重要的是选举的公正性 现在最关键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我这一集会和大家分析 你和大家讲一下现在的选程度进展 未来有什么动向可以发生 这些问题就不是再说跑马仔究竟谁会跑得赢 不是看这些表面的东西 而是发觉到这个深层里面 现在有些什么现在可以去做 有些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尤其需要大输特输的警惕 这个对于赢和输是另一件事 选举有赢有输 我们坚持一些基本的理念价值 当然希望赢 但无论选举也好 不是我决定的 是美国所有选民决定的 但更关键一点就是 有些观念上的东西 和在共产党组织运作上的东西 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如果美国最重要的民主保留被攻陷 全球不得安宁 这一点希望大家都要明白 在讲这个之前 当然希望大家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 和看完视频 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都不厌其烦 再讲一次 我们讲回现在的选情 知道全国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2024年的美国大选中 微幅领先卡曼拉 这一项由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 10月19日至22日的民调显示 包含第三党和独立候选人的情况下 特朗普是获得47%的支持率 Harris是45% 你会看到相差已经开始逆转了 当然在不差范围 但基本上已经根本上赢了 如果你扣除了所有的第三党派 只是两红对决 特朗普49% 卡曼拉46% 赢足3点 基本上已经超过不差范围 基本上自8月以来 对卡曼拉的评价 我现在叫卡婆 卡婆比较好些 对卡婆的评价是转向负面 它的评价率低于负面评价率8个百分点 而它的施政本意度 就是大概42比54 换言之 特朗普的评价来说是52 对卡婆是48 希望大家都明白 当然这种情况和很多民意调查都非常类似 我就不再读给大家 因为大家翻查有关的消息去止 我们稍后再讲这个有关的问题 另一方面 有一个讯息简单 我支持卡曼拉的一个知名政治统计学家 Nate Silver 我都读过他的文章 他说卡曼拉赢了 突然之间转态了 转态了 李居明 大迷信 大迷信 喜欢看李居明的 买大迷信 好似喜欢这个 这个叫屎佛 Silver 我叫屎佛 喜欢屎佛的人 看他的文章 怎么都会赢 他之前说卡曼拉 今天说特朗普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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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特朗普会赢的 我当初说卡曼拉会赢的 这个就是那些屎佛 Nate Silver 你的屎佛 所做的一个文章 10月23日 预测特朗普会赢得大选 朱洋变色 说变就变 他尽管这个屎佛 上个月曾经 他曾经 将会投票给卡曼拉 但他直言 我的直觉告诉我 直觉 直觉告诉我 这个政治统计学家 是相信直觉的 我的直觉告诉我 特朗普会赢 而且我估计很多焦虑的 民主党人都是这样想的 这个屎佛的模型 是以高准确性去文明的 他在2008年的美国大选中 正确预测50周和49周 选举胜负和35席的参议员 当选而一战成名 这个使他成为预测领域的顶尖分析师 他的著作精准预测 广受赞誉 他在20日的发布预测中 给出特朗普53%的胜算计率 何止53呢 即是直觉 相信直觉 Fox News报道 史乎者最新的文章中说 这几个关键摇摆周的 民调显示 特朗普和卡马拉克的支持率不相上下 但这些数据并未能消除人民的疑虑 他认为民调可能低估了特朗普的支持率 因为民调的回复率相当低 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 共和党的支持者 往往参与度较低 较不愿意参加民调 因为他们就是no response 他提到民调机构正是试过 透过各种数据的修正技术 即加权这些方法 来解决问题 不如根据受教育程度 譬如受过高登教育的选民 就可能回应民意调查 接着就是将他比重降低些 将低些受教育的人增加权重增加些 增加到多少、减少到多少 全部是可以操作的 所以我说全部民意调查都是操作下的结果 要什么结果就有什么结果 将他过去的投票居住做加权 但这些方法不能够保证有效 但事实却并非完全悲观 他说民调可能低估了卡马拉克的支持 可能低估了特朗普也可能低估了卡马拉克 你根本低估了特朗普 你高估了卡马拉克 接着说可能低估了卡马拉克 收皮了 所以我就说这些这样的说法 继续讲 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话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今时今日他说 最近有三份最高品质的全国性民意调查 什么叫最高品质 我真的不知道 最近有三份高品质的全国性民意调查 显示特朗普领先 就算他是高品质的东西 都认为特朗普领先 这个对民主党极为不利 因为民主党在选举人票上是主劣势的 另外Fox News和TIPP追踪文 都显示了特朗普领先卡马拉的 当然了 民主党那些这样的喉舌 策略师James Carville 不同意的看法 他深信不疑 说卡马拉赢啊 我的直角又赢啊 所以这么多人直角 这么多专家 这么多专家说 我就说 不如你相信自己 投下神圣的一票更好过 好好监督选举 好好投票 好好地找别人去投票 呼吁更多人去投特朗普一票 这个基本上是我的原则 飘头 特朗普 共和党 所有其他的选举都选择共和党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种做法 希望大家都能够 育成美事啊 这个是大家的期望 那当然啦 在这个同时呢 你都知道呢 是南长洲 即是那个所谓铁兽大Russ Belt 包括Michigan Wisconsin 和Pansylvania 这个卡玛拉持续处于这个劣势 NBC率先报导呢 那卡玛拉阵营的资深人士表现 Michigan和Wisconsin可能会落败 那如果一个是Michigan15票 选举人票 Wisconsin10票 那中共25票 一旦全部落入了Trump的手上 Trump的胜算是大幅增加 只要他 譬如说Georgia也拿了 譬如说 这两个大州拿了 Georgia也拿了 再拿多一个 譬如说 是Nord Carolina 赢了 赢了 Pansylvania就算输 Trump也有什么选择人数是赢的 所以三个 如果你有两个 落入Trump手上的话 Trump是基本上 極大可能赢了这次选举 OK 那么根据Wall Street Journal 23号的报导 卡玛拉是无法拿到关键支持者 虽然获得女性广泛支持 但是男性显然不买仗 当中包括黑人白人的劳动阶层 受到拜登的政府的中东政策影响 也都无法取得Michigan关键的阿拉伯裔社群支持 我昨天都讲过这一点 部份人坦诚 情况换起2016年自信的希拉莉 意外落败的记忆 今年大家都有同样的忧虑 民主党有些人士私下表示 根据国会山中报的报道 过去两个星期 搖擺州的民意调查 开始倒向Donald Trump 而一名民主党的策示 认为大家不断讲奇古相当 但真的遥向民主党吗? 没有 大家都不愿意公开承议 民主党会赢吗? 可能 现象应该落官一点 基本上是越来越悲观的 看回这个情况 越来越差了 但我说过了 卡玛拉的选举策略是什么呢? 不去关键摇拜州 七大摇拜州 不去哪里呢? 去德州 去德州干什么呢? 拍门就问那个 Joe Rogan 你可以和我做访问 然后做一些造势大会 讲reproduction rights 好像他在选州长一样 这个reproductive reproduction rights 这个叫abortion rights 所谓的医疗问题 是每一个州自己决定的东西 在联邦来 我自己去美国读过书 我都要了解美国的宪法 这些是不是每一个州的权限的问题呢? 你选择Texas的governor 或者选择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总统 而这个总统 对于这个问题是没有角色的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这个最关键的事情 提早投票 大家都吹出来的了 那我都觉得 大家是不是要提早投票呢? 我想现在Trump都希望是 那当然 有很多的华尔街集团的人 有些是不说的 有些是暗瓦底大家知道的 比如昨天我说过 Bill Gates 很可能 很多的钱 5千万给卡玛拉 但他不证实 但有一位股神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他旗下的 即波下海失威公司的网站 也发表声明说 巴菲特不会为投资产品 或政治候适人背书的 但这就是聪明了 Berkshire Hathaway 他基本上都表示 由于社群媒体使用量增加 出现了大量 关于巴菲特先生 支持投资产品 或者他认可 或者支持政治候适人的欺诈性的声明 巴菲特先生 目前不会 未来都不会 为任何投资产品背书 或者为政治候适人背书 或表態支持 这个就是聪明了 当然 你问我 巴菲特 华尔街集团的总议人物 他是民主党人 支持过奥巴马 支持过希拉莉 他当然不会在那儿曝光 不会在那儿趁热度 这一点是对的 所以我会认为 今时今日 这个有钱佬的态度 似乎一个有钱佬应该要做的事 这是我的认为 好了 现在讲到什么呢 我讲两件事 这是我们这次节目的重点 就是说 关于究竟 Kamela 整个 或者民主党 整个 这个选战的行为 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最近 在近这两天 发生的一些事情 跟大家讲一下 就会知道 喂 好像有些事情 Something is planning I have a plan 那个plan 是conspiracy 这个plan就是什么呢 如果左派去失败 即是败选 我是非常担心 有暴力事件出现 我先说明 我在现在的10月25日的凌晨 亦都是美东时间的10月24日的下午 先说明这一点 不是等到11月5日之后马后跑 我很担心 选举因为有些票开得很慢 接着有很多的争议 我觉得今次的争议 不是来自于共和党的支持者 来自于哪些人呢 左翼激进分子 这一点才是我最担心的 而这个情况 开始有人出现 昨天有听我的节目 大家知道 John Kelly 一个以前 在白宫服务过Trump 整三年时间的一个幕列长 出来套苦水 他说Trump是一个fascist 是一个支持希特拉 希特拉也有些对的东西 就用这个地方抹黑他 完全生安白做 Steven Zhang已经是Trump的阵营 发言人 已经说得很清楚 最近有什么呢 我会讲到一篇大西洋粤刊的文章 而说这个之前 大家记不记得 713 左翼激冠分子 对Trump 发射第一次刺激行动 子弹击中了Trump的右翼 大难不死 因为看高幅图 大难不死 915 佛罗里达州 特勤局和佛罗里达州的西中 旅滩警方 抓了个仕途对Trump 行刺的第二名刺客 这两件事 其实都已经 热烈了 很大的烈烈了 我觉得大难不死 是上帝保佑 没有其他的原因 没有计划的 是真的上帝保佑 而卡马拉和他的党羽 利用一切机会 声势地说Trump 是美国的希特拉 最近有这样说 在他播出一段片 继续大肆宣传 如果他再次当初总统 Trump会成为独裁者 彻底终结美国的民主 我觉得the other way round 煽动左翼极端分子 对暴君 去採取行动 要end the tyranny 两次刺杀行动 就是民主党人抹黑无陷 有着密切的关联 甚至可以说这些刺杀行动 是民主党人抹黑宣传的结果 但他们似乎一定要 将美国变成暴力的战场 他们抹黑宣传 煽动暴力的调子一刻都未曾降低 在他来大选 还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卡玛拉和他的白宫发言人 竟然将政府平台 变成政党竞选工具 发表抹黑竞选对手 制造恐慌的言论 卡玛拉说 如果特朗普当选 他将会以独裁者的身份统治 并且对国内的政治对手动用军队 说他不想要一支 忠于美国宪法的军队 他想要一支忠于他的军队 他想要一支忠于他个人的军队 即使他让他们违反法律 或放弃对美国宪法的誓言 他们亦都会服从特朗普的命令 这番说话 还被堂而旺之 刊登在白宫网站上 而白宫发言人 亦都在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 重复了卡玛拉抹黑特朗普的谎言 这是完全非法的 用政府平台资源抹黑对手 为自己竞选做完非法 你可以自己ready说 你不可以用白宫网站去说 卡玛拉这些论断 没有一丝一毫的任何根据 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的四年内 受到民主党人非法监控 被民主党人实施政治迫害 经历了通俄门调查 推翻选举结果调查 两次被民主党掌握的众议院弹劾 甚至离开白宫之后 还因为民主党的追杀 被他们的法律战 以一系列无中生药的罪名 控告了94项刑事犯罪 这些只要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 已经在彻底的崩溃之中 哪怕是所有的事你加起来再看一看 特朗普怎么会独裁者的表现呢 我也说过了 在麦当劳的时候特朗普问什么呢 问这个Harris是否生日快乐 是生日快乐 六十岁生日快乐 送花给你 送薯条给你 希望你生日快乐 有独裁者会祝福竞争对手 生日快乐吗 还有做到这么久 特朗普有没有派任何的人 暗杀那些SS 黑社会 Kukluskan 3K党 白人之上主义 谋杀特朗普 杀卡婆 没有这样的事 你想想这些事 你很清楚 谁在掌控司法做武器法 如果各位不相信共产党的谎言 为什么大家会相信民主党的谎言 我觉得很可悲和很遗憾 任何一个有起码良知和判断能力的人都会说 真正的独裁者不是特朗普 黑黑就是这些 涉嫌污蔑特朗普的独裁者的民主党人 民主党人可能很快速地运向共产党类型的思维结构 而衍生的效果很可怕 这篇在大西洋粤刊 The Atlantic Jeffrey Goldberg 在这个星期发表的一篇文章 是严厉攻击特朗普 非常离谱 也是非常错误 立即被所有和特朗普暂宰起的人公开否认 这篇文章不单止是一篇绝劣的诽谱文章 如果是20年前 他根本不可能通过新闻編輯室的审查 但今时今日不看了 不单止是这样 这是一场规模更大的心理剪辑部分 目的是为特朗普在11月获胜之后 可能出现大规模选举后面的暴力辩护 所以今次我们要防两件事 一个是舞弊 一个是暴力 两手都要硬 各位大家再说一次 防舞弊 即是选举的election fraud 另一件事就是violence 两件事都要注意 记住两件事都要小心 我提醒大家 11月5日 选举日开始之后 一段时间之内 大家要小心这两件事 OK 也都看到卡玛拉 现在吹响这个号角 再加上大西洋月刊 吹响这个号角 是向所有那些左派的activists 发出信号 要求他们拒绝选举结果 分化军方 有使民主党激进左翼基础中的叛乱分子 发动叛乱 并在美国各地放纵他们 我们要小心这些东西 我们极度不想这些东西发生 也都希望大家防眉道占 有事的话 立即要通报有关的军队 甚至记住 有持枪权的各位的话 不要enter into 一个内战 但一定要希望政府和出动有效的实力 去将这些东西去按下 但我知道有些左膠的州份 尤其是那些州份 尤其是那些州份 是会有更多的乱事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卡玛拉在星期三 23日在海军天物台 naval observatory 台阶上发表刚刚那篇 这篇那么惊人的言论 他只是说 呼唱呼嘴 先有川普的前幕僚长John Kelly 说的谎言 就被卡玛拉引用 接着再一鸡三美 一个John Kelly 一个卡玛拉 Harris 再用The Atlantic 这个月刊 发表这个评论 明确是将Trump 和Hitler 相提评论 接着就说Dictator 说他军管 这些说法是荒谬的 我都知道有很多左派的香港 在海外的评论人 甚至香港有某些评论人 都依然说Trump 等于Fascist Trump 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 他就是希特拉 我就觉得 你把希特拉的 所有的独裁特征列出来 我想问一下 你Trump 哪样东西符合 如果你说Trump 符合那些 卡玛拉那些 有没有符合呢 OK Fair 你说那些 他很架势 他经常说完 那些东西 那么阴牙松缸 那么离谱 No Trump是完全依存这些东西 生安百祖的John Kelly 他自己恬不知识 要说这些东西 为什么你当时不说呢 2020年不说 2021年不说 2022年不说 2023年不说 去到今时今日 林天光 十几日前你才说 摆明是政治操作 而去到最后 你会看到这些东西 希望最后 林满一脚 煽动一些舆论 可见民主党急了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正在输 他们不想输 于是乎 就出尽这些谎言 迷惑大家的精神 又说Trump 利用军队追杀美国公民 将他作为 他的个人民兵 来实现他的政治 和个人的补复 说Trump 越来越精神错乱 和不稳定 unhinged 不稳定 说他想要不受制约的权力 我想这些完全是荒谬 哪里是这样的事呢 对不对 接着 Harris 发表评论不久 他的X帐目 就发表了这些声明 他没有提及Kelly 也没有提及 The Atlantic的文章 但继续将 Hitler Ardof Hitler 和Trump 练在一起 他是这样写的 Donald Trump is out for unchecked power He wants a military like Adolf Hitler Head Who will be loyal to him Not our constitution He is unhinged Unstable And given a second term There will be no one to stop him From pursuing his worst impulses 那这个就是他的说法 OK What Trump said He wanted generals like Adolf Hitler had He wants a military that is not loyal to the constitution But loyal to him This is a window into who Donald Trump really is from the people who know him best 他就这样写 我会觉得这些说法完全是荒谬绝倫 这个不单止在在勢力军等的总统选拟的最后几个星期出现通常激烈延迟 至少是一种深召不选的号召呼吁人们进行暴力的抵抗起义 甚至对Trump再做第三次的暗杀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而所思 这个多么老妄 多么危险 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件事 我再说一次 两手都要硬硬 身防暴力 身防舞弊 不要只看着舞弊 暴力正在是十日之后的事 十日之后的事 而我觉得这帮左派做得出 他不是针对Trump的暴力 他对社会的暴力 两样都有 对Trump想杀他 对社会有暴力 想推翻这个结果 推翻所有选举结果 这些就是最得人惊的事 搞乱当 无政府主义 法西斯主义 全部都是极左派 因为他们是no god in their mind in their soul 他们是全部无神论者 OK 那他会不会将这些 输入选举的时候 他会不会站出来呢 就说呢 对不起所有人 我们曾经努力拯救美国 但现在你们必须 在新希特拉的统治生活下去了吗 不行不行 抵抗抵抗 我们要爱国抵抗 街头暴力 甚至无呢 就要呢 企图奪权 这些呢 我想就是共产党的模式 列宁当时 如何发动十月革命的模式 他就用同样的模式 或者类似的模式来处理 我再说多次 是要很小心应付 不是肆虐等限 你们那些美联社 法新社 路透社 fake news的记者 全部应该落地獄的 因为你们根本上为苦作枪 我再说多次 这件事很严重 我不是讲幻的 是很严重的一件事 拜登说 特朗普代表着对民主的生存威胁 lock him up 是不是 这个是激进分子和潜在刺客 对特朗普采取腾动 再创造机会 今天是否再一次不留事件的出现呢 没有一个左派是calmed down 反而他们全部升高这种所谓对抗的局势 没有人想要团结整个美国 不断创造出这种名词 使这个问题继续恶性地做下去 这件事很令人可悲 那么 大概特朗普就说得很对的 如果第二任期 即这个任期 变成Harris或者卡玛拉 继续当政的话 将会是民主的终结 这一次是最后的选举 那么这个是一个 即可能是 即是 this country is done is completed 即这个已经玩完了 已经玩完了 即这个国运已尽 这个我想是特朗普 在最近turning point 那个演讲里 已经讲得很清楚 大家有兴趣去听一听 讲得非常清楚 那么 这种做法我会觉得它预示了 不认输那种 动向 那么 这个白宫的新闻秘书的声音 即是发言人 新闻秘书 Karine Jean-Pierre 他就被问及 拜登是否同意 Trump是法西斯主义者 和潜受独裁者的说法 Karine Jean-Pierre 他说他确实同意 然后长篇大律地说 Trump Trump有多危险 我们不能够忘记1月6日的事 我们不能够忘记2千人被前总统告知 要去国会大厦 取消一场政治公正的选举 我也说过 Peacefully and Patriotically 就是Trump 当时说的 他要Nancy Pelosi出席国民警卫军 但是Nancy Pelosi不要 就把所有责任推给Trump 整件事是串通好的问题 要发出一场酷 一场酷 一场酷 政变 非常可怕 还有 我们更加担心 暗室的行动 暴力的行为 riot的行为 这些是我们最担心的事 大家看过电影《小丑》里面发生的事 可能这个幽灵也会重现眼前 这才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 另一个第二件事 我觉得最近我比较关心的 就是 卡玛拉的代理人 这个代理人 叫做Maria Schiffer 她星期一在市民大会上 拒绝接受选民的提问 她竟然说给听众知道 卡玛拉·Harris副总统的问题 已经预先确定了 哇 即是说 你这个town hall 给大家问问题 是假的 完全是串好所有的人 然后才问问题 没有任何的人是爆肚的 所有人的问题 都串好 你这样去答问题? OK OK 接着她说 不幸的是 我们有先 预先确定的问题 希望我能问一些 你心中的问题 你想一想 这个人 是不是适合做总统 不知道 是不是读读稿机 其实 我觉得Trump 说 你要读读稿机 不适合做总统 我想这个不是唯一标准 他觉得你要从政 可以没有读稿机 可以做到事 我想这个是哪个标准 但是全部都是不需要读稿机 Trump 都要读稿机 我想这个不是主要的标准 他有5%要读稿机 都要读稿机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是不是适合做总统的标准 当然也不会是 真的标准就是 你今天如果是一场戏 是拒绝接受选民的提问 拒绝别人的challenge 就很大劲 因为在这个Marie Schiffer 主持的奥克兰郡的 卡马拉市民大会 参考的活动之前 一位观众上问Schiffer 我们能问一个问题吗 这是爆肚文的 根据Daily Mail的报导 Marie Schiffer的回答是 不幸的是我们有些 预先确定的问题 希望我能问一些 你心里可能想问的问题 即是这些叫做 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你心里想问的问题 今天社交媒体的用户 迅速批评这次集备 是卡马拉竞选团队的产品 是他的product 是他的baby 不是真正的参考 不是真正的市民大会 在市民大会上面 选民通常被允许 向总统候选人提名 送出开放式open-ended questions 有一位用户就说 即是X的用户就说 所以在现实中 这个不是真正的市民大会 这是另一个远胜采访 他已经为他的回答小剧本了 明白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假到爆炸 甚至是建议 在卡马拉接受 这个blatt bayer的采访之后 不允许现场提问 他分享了采访的片段 我们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完全 We know why 因为他完全差到流入 你看到一个这么差的 我经常说 特朗普说得很绝 甚至很白 但说得对的 She is calm enough She is not intelligent She is low IQ 他即是IQ 比较低 IQ 比较低 没有办法 他听他说话 我知道 他听他就是蠢人说的说法 OK 你可以看到 特朗普咬着CBS 这个节目 60 Minutes 他考虑要否告他 分分钟要告他 因为 你作为新闻媒体 是要尊重的honor code 最重要就是honesty hone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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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不honest 主持人问了一个问题 你竟然抽了人家的答案去 即卡玛拉答了答案 你不满意的答案 电视台竟然抽了答案 塞另一个卡玛拉答的答案进去 代替这件事 这件事不是honest 你不是一气呵成 也不是当时答的答案 所以你说60 Minutes 这个公信力归零 他这个节目 以前多少星光泣泣 去到今时今日 就算访问他的人很好 但是你后面的编辑 你的监制 整个editorial board 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我不是批评访问人 我是批评后面的主管 全部都可以解释 而如果真的要告的话 这个CBS的牌 可能不会再被逐 我觉得非常离谱 OK 全部都有剧本 一切都不改变 我想请问你 为什么会 美国沦落到2024年 搞成这样呢 以前无论民主共和两党 金乃迪会不会这样 民主党金乃迪会不会这样 尼克逊就算是水门事件 自己录光的音 他会不会这样呢 列根会不会这样呢 老布殊小布殊会不会这样呢 克林顿会不会这样呢 奥巴马会不会这样呢 奥巴马口才比较好 不是口才比较好 是吧 你说我侮辱你都这么说 事实上真的 是这样 到今时今日 大家都记住 有些这样的事发生在面前 大家就需要去搞清楚 OK 你会看到这种 混迹江湖 不断被视的情况 是越来越严重 OK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 今天最近有一个报导 我多谢Microsoft 虽然Microsoft 这个垃圾 都是支持卡玛拉 但我先不要说这些垃圾 先 美国科技巨头 微远 即Microsoft 23号 发布最新研究指出 中国控制的社群媒体机器人大军 试图影响阿拉巴马州 德州 田立西州的选民 这些全部都是共和党的红州 基本上极大机会都是由Trump 当选 共和党的候选人当选 并且诽谤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 努比奥 Marco Rubio等反中政治人物 这一则新闻给你什么意思呢 你有没有见到这些人去搞民主党 共产党的这些社群媒体机器 这些robots 它在搞共和党 它深深地希望共和党 去选票出去给民主党 它变相是以事实的行为 帮助民主党去助选 你会看中共的一般官方言论都说 两个党都这么差的了 你不要被他骗先 他一定这么说的 说一套做一套 做哪一套呢 专门针对共和党 帮助民主党 那我说了 香港多少亡命天涯 去到英国 去到加拿大 去到台湾 去到其他地方的一些评论人 竟然大肆支持民主党 不断攻击Trump 他在帮共产党 还是对抗共产党呢 你自己回答我 你这个基本问题 是吧 in which direction you are doing 现在翻个底牌给你看 已经告诉你了 微软23日的研究报告 你最喜欢的 左派的Microsoft 最新研究报告指出 这个叫Microsoft Flat Analysis Center MTAC 自己找我 观察到俄罗斯 伊朗和中国 意图破坏美国民主程序的 影响力活动 中国锁定主张反中政策的 共和党候选人 和国会议员 包括阿拉巴马州的众议员 Barry Moore 德州的众议员Michael McCaul 田纳西州Tennessee的参议员Senator Masha Blackburn 和Florida的参议员Marco Rubio 他锁定这四个人 跟着用机器人批评Moore 对以色列的支持 使用反犹太的言论 另一个相关的集体帐号声称 Marco Rubio 使用金融贪污抹黑他 这些机器人更强化了 对Blackburn本来 这个Blackburn的竞选对手的支持 即支持民主党的竞争对手 即共和党的竞争对手 即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同时散布关于他向制约公司拿钱的说法 宣扬关于Macau 关于内线交易 insider trading的陈述 全部每个作品的估计出来 我们稍后会和杰斯做节目 讲这个关于安征事件 一样 全部用认知战 cognitive warfare 的方式去打 全部都是假的 譬如我当年 我来到台湾的时候 2021年左右 我2022年来到 2021年 亦都有一大堆的bots 我怀疑在搞我 这些方式很类似 将你掃到违法 极端 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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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同方式对付我 有几多在台湾的一些不同的独派组织 教会 每个都承受着程度不等的抹黑 然后再派很多一些频道人 在不断把东西扔到这个地方 谁对谁对谁错 我觉得在这个网络时代 他知道很纷乱 公说公有利 婆说婆有利 接着他利用人的乡怨心态 就是大家不要吵 不要吵 吵到就分裂了 接着不分是非 个个人不再判断 谁对谁错 总之个个都各担实大板算了 个个都是我们保持距离 人的人的疏离分化就会产生 这样的情况之下非常离谱 我希望每个人 都起码看完这个节目 能够好地想清楚 哪个人真是做实事 哪个人真是 只有一个说字 做实事的人 很多人都是默默地去做很多东西 我现在这么高调地做节目 其实我希望完成 我一直在D100到现在 一直以来我觉得应该要做的一件事 是一个Mission 去做这件事 说真的我做这件事 是不是觉得 我很希望这么高调 天天和大家见面 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我其实不是很想的 但我会认为 这件事是温存着这件事 唯一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所以我在节目里面 都很少说一些 就是时事以外的东西 也都不想说那些东西 但我心里面很清楚 我会认为真假是非善恶 美丑 什么假恶丑 什么真是美 我会认为 我是不会主动开人的名 来攻击人 但你听到我很多节目 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亦都不是说 每个支持左派的一些 香港的评论人 每个都是邪恶的 可能就是理念不同 可能就是说 他真是愚蠢 可能有些人觉得 他虚惑 或者他太固执 所以我不会认为 所有支持卡玛拉的人 都是邪恶的 我觉得卡玛拉是邪恶的 但我不认为 所有支持卡玛拉的人 都是邪恶的 你都不能这样说 所有这些东西 人有做错决定 做对决定的时候 但我说这宗新闻 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共产党正在搞共和党 你支持民主党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这个是个基本问题 你就回答 不要紧 共产党也是对民主党的 共产党是更恨民主党的 所以他要先对共和党 你可以这样辩驳 谁会被批误呢 我这个是大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很奇怪 这个团体的名字就是 太子洪水 好像这样的意思 先前被认为 是和中国公安部有关 报告提及 这些议员成为攻击目标 是因为他们曾谴责中国政府的政策 摩尔的发言人指出 他的办公室知道这件事 摩尔议员就说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反对犹太人 所以并不意外 他们针对我 以及其他支持以色列的人物 试图在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选举之中 煽动分裂 对于这件事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指出 中国无意 而且不会干涉美国大选和 这类说法充满了恶意猜测和 那你听下这些说法 然又在意 大家都知道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总之 所有对共产的反面来说 就是真的 OK 好了 另一方面 关键的地方 大家要注意的几个角度 刚刚我说的几个角度 第一 有没有选举舞弊 第二 有没有武力行为 第三 中共的干预 大家要注意的很多 第四 现在很多美国人 向台湾朝圣 好像我的节目是不是先说 我想我也有首创权 其中的首创权之一 也有其他人说过 台湾的选举是美国的无范 我不是说过很多次的 真是台湾的选举干脆利落 Same day voting immediate hand count OK 人手点票 四个小时内知道所有答案 将所有的uncertainty 可以缩限到最少的时间 不会有mail balance 或者极少的限度内 是会有mail balance 基本上不会有mail balance 在极端的情况才会有 不会有所谓的不需要photo ID 不需要国民身份证明 点票不会用点票机的 人手点票的 而且很快开出所有结果的 这是公平公正的选举 领教过1977年的中的事件之后 经过民主化过程后的台湾 学精了 学好了 公平 对于所有政党都公平 这个就是台湾的民主的宝贵的地方 你说他多少 就是台湾多少分乱都好 多少说多少通共 或者多少人都好 我们的民主选举制度very good 好毫无疑问的 我想是好过很多国家 我自己这么说 但是你说美国的选举制度 就是当下的选举制度 我觉得很乱 因为他没有联邦的中央选举委员会 他是各州自己办选举 然后每个千叉万别 整个制度里面是陷于一个失速的状态 就是完全失控的状态 大家知道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七大摇摆州之亚利桑那 当地的选举官员在22号表示 计票时间要多久 你知道什么? 十至十三日 我再说一次 不是十至十三个周 是十至十三日 我问你 亚利桑那他告诉你 我计算是十至十三日计票 计票 哇!你计算到天分地暗 对于这件事 有美国网友分享 台湾的选举结束当日 由选举人员 在投开票所做开票的影片 因为美国值得采用这个统计方式 这个文章一出 二千八百多万人朝圣 view数达到二千八百多万人28名 是多么厉害 综合外幕的报道 位于亚利桑那州中西部的 Maricopa County 那个地方就是Phoenix 这个很出名的Maricopa County 当地的选举 副主任透露 这个亚利桑那是本届 美国总统大选有二百万张选票 他们需要花十至十三日时间 全部统计完成 台湾二千三百万人 接近一千万的这个选民 四个小时搞定 你整个州二百万张选票 要十至十三日完成 It's really rubbish 即是有些左家不满意我的 但我只是说真是rubbish到爆 我不是跟你和左右无关 是和你看看外国经验 你看看人家怎样做事 你看看台湾怎样做事 美国的选举制度是rubbish 目前已经有四十万人提前投票了 提前投票 报道辞出2020年大选结束后 落选的Trump曾指控民主榜做票 也令这个选举再度浮演出相关议题的阴谋论 社群平台X一名名为Guyger Capital的美国网友表示 23日分享了一段记者介绍 今年初台湾总统大选的开票过程的影片 平均民中写出台湾选民需要大秘的有照片 有photo ID有照片的身份证 我也是这样做 接着我要带印章 你不带印章要签名 总之你要身份证 印章或者签名 用纸本 paper ballot来投票 四点钟完成 八点钟基本上基本有结果 最后再由选务人员以手工的方式 在公众面前逐个展示一张又一张的选票 整个开票过程 他说要花费六小时的 四个小时基本上已经完 六个小时是对的 但四个小时很多结果 大部分结果已经出了 Guyger Capital指出 全台湾大约有2400万人 这个意味着总人口数 原比台湾更多的美国 如果愿意仿效台湾的手工开票方式 其实每个州都可以轻松在几个小时内 统计好所有的选票 并且在选举当日的午夜前 得知每个州的确切结果 没有安全问题 没有任何争议 也都无需等待几天 甚至几个星期的统计时间 这个文章一出 吸引了2800多万人次的瀏覽 而且还在积极地持续攀升当中 很多美国网友 除了对台湾的开票方式感到好奇 也讨论起美国现有的计票方式 可以拼请台湾人来处理我们的选举吗? 台湾是透平公开 但上届美国用投票 用木板封住窗户 不让民众监票 那就是政府不让大家这样做 虽然台湾的开票方式很老派 但永远不会过时 确实非常诚实非常透明 另一个反共的YouTuber张瑶 转发这篇文章贴文后 吸引了台湾网民的关注 更纷纷留言透露台湾指金坚持这种方式 正是因为中国国民党 过去有非常恶意买票作票灌票的不良记录 夜晚一闭灯 票商突然之间 不知道去了哪里 突然之间 过了几秒钟几分钟后 票贴身回来了 票商底可能要多一搭选票 吸引了候选人的人 这个就是1977年中力事件之后的结果 中力事件 其实大家看网络 Google 都可以看到 我以前在做节目说过 对台湾来说 这个就是每两年都有进行的一次 日常的选举活动 是有了张法 有了程序 是用血泪换回来的 这个地方 美国没有学会 因为美国性平太久 交了太久 左交自然会滋生在这地方 没有一种 对于战争 对于人类的恶性 是有一种警惕的意味 反而我就很感谢马斯克的 马斯克也是在24日 特别社群 转发了台湾今年初大选投票的报导 清许赞许台湾 落实选举人身份查验 并且有监票员在在场 防范冒领选票等的情况 效率高 作票可能性大幅降低 这点很重要 你看回摇摆州 那七个摇摆州 这个大家看回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阿里桑那的情况是如何 例如我举个例子 人口约740万的阿里桑那 人口和香港差不多 整个阿里桑那很大 当然你说阿里桑那的宣布 由于选务的程序凡方 可能需要10至13日来计票 也说过了 刚刚街租资金那些事 就是绝对是 台湾是一个非常值得 大家学习的一个点法 这是真的 所以我想在这点上,我就说三点,中共干预,选举公正性,和防范暴力 现在要大家想方法,我只在这个节目里面开了一个头,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深入讨论,how to do it 我现在有三个大题目,大家要讲清楚方略是怎样,时间无多,时间无多,我们不会沉满于一切的东西 我在这里讲,我不是说民主党是一个等于共产党,我没有讲到这样的,民主党始终不是共产党 例如拜登当政,他不是共产党,拜登当政的纽约和现在共产党当政的香港是不同的,大家不要做这样的铁标签 但我觉得民主党的确有共产党化的迹象,刚刚讲过两则关于卡玛拉的新闻,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这种共产党化的情况,或者极度向左走,极度左傾,越来越左傾的状况,我是很担心 但你问我,如果卡玛拉当选,是不是等于,哇,我们立即有战争,我们玩完呢,美国要灭亡呢 就是特朗普这样的说法,我会觉得是步入进一步的衰退 是不是会立即在那四年内灭亡呢,我不知道,I don't know maybe not,maybe yes,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decline的速度,比如拜登是这样的时候,卡玛拉就会这样 灭亡的点就是这个点,他会碰到这一点呢,就要看他的速度有多快 当然特朗普在选举的造势一定会说,this country is gone if Kamala is elect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SA,this country will be gone 那这个说法的方式,你问我,就是说,有可能 我会觉得很担心,因为这个极左派当政,如果他露出他的犬牙的话 美国真是万劫不复,美国分分钟马克思主义化,共产主义化,这种速度会很快 很多人不相信我这件事,觉得我这件事真的完全是危言送庭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很担心,很担心 你说两面的人员,无论是拜登和特朗普都现在在做的 某程度上都是对于中国继续有关税,继续有科技战 减缓中国制成的晶片和智慧汽车这些产品进口 同时对中国实施这么多晶片制造工具和高价AI晶片的出口限制等等 我知道卡文娜都会说,他要确保美国并非中国 赢得20世纪的竞争的美国,但这些完全是空的口号 美国当然不是中国,正如你不是拜登一样,说这些什么意义呢? 但问来就是赢得21世纪的战争,How to win it? 那怎样赢得21世纪的竞争呢? 你要取消特朗普和拜登一直要关税 我想这些事情大家都很担心 好了,你不要关税,那些资金技术的一些围堵 即戴琪一直代表戴琪在做的东西 或者以前曼琪和蓬佩奥在做的东西 你是不是要撤除它呢? 因为你和华智都说,特朗普是打一场失败的关税战 关税会重创美国的消费者,那你就撤除很多 从特朗普到拜登时期的关税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隐忧 拜登都没有李卡玛拉这么得人惊 说真 拜登都是民主党里面的建制派 李卡玛拉是极左派 那你这样搞法呢?不得了 你说他现在向中间靠了,答应了 华智街集团OK他了 他上到任何位 那个red button在他旁边 他就有权力的 他怎样以皇帝都好 以皇后都好 他有权力的 This is very important OK? 所以我就说 是,他都会抗中 但可能越来越弱的抗中 最后变了微中、称中 挖到那条线 特朗普是会强抗中 有些文章 譬如德国之音 就说 这个特朗普向大铁锤 这个卡玛拉是用洗势的手术刀 两个都是抗中的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说法 这些德国之音全部几多共调在里面 全部用这个说法来做 其实刚刚调转 不是刚刚调转 特朗普是大铁锤针 卡玛拉呢 笑面迎人 OK? 接着和你握手 接着表面上两两把刀 他手术刀不是插进去 是给你看 接着和你笑面迎人 给你钱 拿你的钱 这个才是最得人惊 我会觉得这一点 是必须要去正视的 我们不会把这个比喻 视为金科玉律 这是我一直和大家说的一个重点 当然去到今时今日 说到特朗普的东西 有段时间去说 最后几分钟时间和大家说一下 一些说法 当然你看美联社 基本上一篇一篇的文章 都是帮哈里斯宣传 你看法新社 你看路透社 三大新闻 都这样 年代的 你看什么德国之音 什么美国之音 什么 你想那些什么 BBC CNN MSNBC ABC Whatever CBS 你自己想 全部这些 左媒的东西 看坏脑 如果这些 香港出到外面的频道 我不开名 真的不要开名 我不是攻击他们的人格 绝对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觉得 他们如果 真的觉得 看这些媒体 就看到美国的真相的话 我很鼓励鼓励 他看我现在 这个节目下面的 很多的各位的留言 尤其是你们投了票 生活在美国 真真正正感受 美国生活的人的留言 我起码问过好几个 应该超过十个 不同在美国 不同的州 由加州 到阿里佐纳 到Florida 到New York 到D.C. 到一些 Texas 生活的香港人 Florida 当然 生活的香港人 香港人过了的生活 他们给我的feedback 是什么呢 当然物以类罪 我可能会认为类似的人 但他们有不同程度 对两个候适人的想法 我的看法就是 他们 给我的感觉就是 美国在这四年之后 比四年前 过得更差 这是第一个答案 我不管你怎样 过得更差 经济方面更差 通胀 不是说他找不到工 不是说出去十失九空 而是说 钱越来越不够用 即是荷包比较紧 第二个就是 他们觉得左派那种横行 性别 种族 环保的斗争 他受不了 我经常都说 你和父女 一大堆的女人 在这里 你和她说 墮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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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拿到票吗 我再说多次 墮胎是一个很难的抉择 女性 她要不要墮胎 要不要做很多东西 她和墮胎权 没关系 她和胎儿之间 那种生死抉择 这种决策是永恒的问题 而不是你一句说 婦女有墮胎权 墮胎权 用这样的方式 一刀两断 我想这件事 是很得人害怕的一件事 那你是pro choice不好吗 我问题就是 他一定会隐藏着很多 心理上的阴影在里面 问谁知道呢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要给一些争议空间 给这些东西 我觉得在州的level 去争议死刑 同分 或者堕胎 安乐死的问题 是比较适合的 在联邦的level 去争议这些东西 会导致很多国家的分裂 我已经说明给大家听 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你问我 我固然有我的意见 但我不可以compose 大家要接受我的意见 那便被各州的人去决定 我会说服我的意见是什么 右派的基本想法 但你说你不同意的 不要紧的 那你各州自己决定的 我会尊重结果 譬如说 台湾现在通过同分的法律 有大法官的解释 即是我不同意 但我尊重 我不同意 但我尊重 即是 他未去到一种 infrange到我的位 但我不同意 但我尊重 这个就是民主的精神 但你不可以说 今时今日 即是说 你没有任何民主的程序 我一定要这样做 是很可怕的 如果那些选民 选到一个 用联邦的方式 解决这些问题的人 是很可怕的 那当然民主当然是害怕的 第一 没有Harris怎么办 没有Harris的话 怎样都要 大家开始 AP的报导 即是美联社的报导 开始说 如何补参议院 所以他有一篇报导 刚刚半个小时前 我做节目前 他说 民主党就希望在 Central New York Central New York Albany 我去那个地方 考虑私事 所以我很清楚 Albany 那个地方 一直都是 左右 基本上 50-50 就是中间派会赢 因为重划选区的关系 现任的上阶 有微弱优势的共和党的众议员 分分钟会输 民主党这个貌似中间派的人 因为重划选区边界的关系 可能会赢 于是 这个民主党 美联社不断是这样 民主党赢 民主党赢 他的题目就是 In the fight for control of the house Democrats home in on Home in 即是Home in on a district in Central New York 基本上 变成他的家一样 这些这样的写法 等于 不断帮民主党去造势 是不是 跟着比如说 有些新闻就更加离谱 他的标题就是 Trump says he will fire special counsel Jack Smith within two seconds if re-elected 即是说 当这个要告我 又说要告我 这个 选举 这个 就是insurrection 又说这个 Mar-a-lago 文件事件的 东西 这两个罪都是这个 Jack Smith special counsel 特別检察官 特征组检察官 这个PK 被这个Garlane去任命的 总监察长任命的Jack Smith 他告特朗普这些罪 他告特朗普这些罪 特朗普就问 特朗普你怎么会对这个Jack Smith 说 FIRE him within two seconds 我一上任 两秒钟之内 FIRE了他 那当然 你要FIRE他 要跟着 due process 那些媒体就说 因为他Garlane 就是这个 总检察长去任命的 那你除非 你叫Garlane去FIRE他 他不FIRE 你先FIRE了Garlane 换了个人 再找个人FIRE他 所以怎么都FIRE到的 你说这些是无谓的 我就说这个是真的 所以说 检察和司法是不同 总统是不可以FIRE司法的人的 比如说你那个法官 No 司法独立的 你不可以FIRE 你可以任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 但你不可以FIRE自由派法官 不可以的 No 不可以 或者任何各级的法院都不可以 任何行政的官员都不可以干预这个法庭 法官的独立性 但是检控机关呢 它很特别的 在美国的制度之下呢 总统呢 是绝对有权去FIRE总检察长 因为总检察长是总统任命的 你FIRE了这个总检察长 那如果你总检察长不FIRE你那个PK的 Special Counsel 那我就FIRE你了 我经过一个程序的意思 FIRE你 换人 再FIRE下面的人 That's it 有什么问题呢 It's due process 接着这个美联社就说 哇有没有搞错啊 自己做总统 希特拉 法西斯 铲除官员 不讲公正 司法独立 用这样的地方来冤枉他 但是按照这个制度 一直以来 这么多年以来 总统是可以FIRE 总检察长 Attorney General 那Attorney General 当然他不听说你FIRE他 换了个人 便FIRE了这个Jack Smith 所以始终都会FIRE他 有什么问题呢 反而现在这个所谓的总检察长 这个Mary Garland 他竟然去Block佛罗里达 去用州的权力 就是Ron DeSantis 用州的权力去调查 发生在佛罗里达州 第二次企图行刺Trump的案件 于是佛罗里达州 在Ron DeSantis的主导之下 去告这个检察总长 这个联邦检察总长 凭什么权力去阻止一个州 去调查一个发生在当地的凶案呢 这个是每一个州的权力 按照美国宪法 每个州是有它的最大权力的 联邦是不会有这个真实的权力去做这些事情的 每个州是管理自己的司法的 管理自己的调查的 OK FBI是interstate 甚至没有特定几类犯罪 你才要管核权 凶案 凶杀案 是州有调查权力的 你检察总长 凭什么联邦检察总长 Mary Garland 凭什么 去阻止 法罗里达州去调查 谁去杀害川普 是不是你有鬼呢 是不是第二个人 企图行刺特朗普的人 背后是共产党或者民主党呢 不是你怎么去阻止 罗里达州去调查这件案件呢 这些事情 没有人为公义去主持公道 我只是觉得 哇 为什么这么多的香港的评论人 commentators 以前都是支持民主的 支持法治的 到今天这些都不说了 特朗普是Dictator 特朗普是Fascist 特朗普是Narsis 垃圾 敗类 恶魔 杀了他 什么 什么他 说粗口 他有难事 谁帮特朗普的 全部都是Fascist Narsis 我会觉得这帮人 应该要好这样 他有没有反省能力 或者有没有看多些的资讯 去吸收之后做反省能力 希望大家有 好了 那我们今天有讲好长流 那我们明天继续讲大宣的股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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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